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 每个人看法可能不同 咱们大家理性调论 第一个 大家一定有感触 就是恐怖灾难大爽片里 黑人小哥永远是第一个领和犯的 英勇的白人男主绝对笑到最后抱得美人归 而女主无论学历多高 一定是胸大无脑的脚屎棍 经常圣母心发作 捅完娄子 最后关头靠白人男主拯救世界 有没有道理 可能被批评种族歧视的多了 近来美剧里黑人小哥的人设地位略有提升 就是从无厘头搞笑式领和犯 终于进化到了出于意气 主动为白人男主和女主牺牲的英雄式领和犯 但无论怎么进化 白人男主永远是至高无上 藐视一切的存在 虽然不是所有美国电影都有这个毛病 但这个套路已经足够泛滥到让人无法忽视美国社会种族问题的地步 更不用说好莱坞经常爆出的歧视亚裔演员 女演员工资远低于男演员等等的问题 第二个 演绎历史巨师极尽所能的美化西方发家史 丑化非西方国家人物形象 把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塑造成恶人 比如说最近上线的切尔诺贝利 就和之前热播的维京传奇形成鲜明对比 这两部戏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维京传奇硬是把靠烧杀抢掠发家的北欧海盗 塑造成了草根出身自强不息的史诗英雄 切尔诺贝利则把当年那些明知面对危险 仍然选择进入死亡区域 制止灾难蔓延的英雄们 演绎成了被罪恶的苏联政权威逼匡骗去送死的倒霉蛋 再说中国人的形象 咱们戏数好莱坞这几十年来 各种电影里出现的那些角色 从老电影里的终极恶人大boss 到新片里的东方花瓶美人 就是没有见过正直帅气能打的现代中国人 有人说有啊 有李小龙 他毕竟是脱离了苦海 生在美国 享受美国梦还得会功夫 那还有成龙呢 成龙是和黑人小哥演过尖锋时刻 可你要知道那是喜剧动作片 也就是说你亚裔和非裔必须在搞笑的前提下才能当个英雄 最后 有人批评过刘慈欣小说里女性角色的单薄 但君君觉得很多好莱坞电影里的女性角色才叫人抓狂 刚才说 我喜欢看悬疑灾难恐怖动作片 那里边的女主就经常是个爱作的脚屎棍 这也就算了 印象最深的一幕 是上学时看的一部好莱坞特效大制作 有个镜头是从身材火辣 女主角胯下穿过去往远处看 这个镜头当时让我身心都特别不舒服 可能有人觉得这就跟男主秀肌肉 女主秀线条一样 是服务观众 没有必要矫情 但是君君觉得不舒服 主要是因为这个镜头是为了服务观众 而强行戴着我的眼睛从女性的私密不位掠过 这种视角君君觉得在生活中 除了亲密伴侣以外的人是不应该存在的 反正我是不喜欢从男性当下这种视角看世界的 用什么角度不好 非要用这种猥琐的角度 只能说有点low 当然尽管有这么些可以吐槽的点 但仍然不影响我们欣赏其他高质量的美剧 只是对于有些剧情背后夹带的私货 君君觉得小伙伴们可以擦亮双眼 当然你要是真的不care 那尽管爽玩就算咯 听说龙妈死了 是吗 听说那个死了很多 是不是我这算巨头啊 算巨头 当然算巨头 算重大巨头 算重大巨头 下集谢追 不论 若过来 这次年的城堡 我找到四冬之后 你来看 囡 clue 然后对于这种精神